全國最大戶數最多的中和青年住宅 進入最後的選屋簽約階段 目前入住率約八成 新北市城鄉局預估最快六月底 可以完成共816戶的簽約作業 大概入住已經到達八成左右 那剩下大概不到200間的套房 那套房的部分的話 我們現在都已經有陸續通知備取名單 然後預計在6月30號以前 我們都已經有把名單排序 那如果說我們現在有選完 就是我們通知名單 都用完的話 我們可能會分為兩個方向來討論 第一個就是說 如果是原來是青年跟非青年 其中一個名單用完的話 我們就會按照我們的規定 由其他的另外一個青年跟非青年的一個 名單來做一個地補 那如果說是兩個名單都用完的話 我們可能城鄉局這邊會在另外公告 或者是採水稻水販方式辦理 號稱一卡皮箱就能入住的青年住宅租金 包含了家具 加減設備以及管理費 不必擔心額外加價 是許多離家奮鬥的年輕人 租房的不二選擇 可惜森多州少沒抽到也別太失望 新北市城鄉局表示 未來還會陸續推出許多社會住宅 讓青年從新北開始有個起業主 選屋的部分的話 我們最近的是在三重的那個青年住宅 我們預計在七月底 我們會做一個公開抽籤 然後預計在八月中下旬開始 我們會做一個選屋 那在下半年的話 我們會陸陸續續有永和跟三峽 年底到明年初之間我們還會有新莊 那明年的部分我們大概有板橋左右的一個青年住宅 民眾可以上城鄉局官網查詢各個地區的社宅介紹 像是永和秀朗派出所青年住宅提供36戶 三峽北大青年住宅有26戶 有關租金部分 城鄉局表示會依周圍房屋市駕和入住者所得收入來做評估 但畢竟每個人可以負擔的金額不同 希望市府莫望推動社會住宅的本意 照顧民眾及弱勢族群的權益 落實真正的居住正義 專家新聞 趙勛恩 陳嘉芸 中科報導 兵政策防 永和巴西 兵政策金會 兵政策